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静大一赞 猛猛猛手 今天是不要笑挑战 没有什么内涵 纯纯是好笑 毕竟我们家成在家里面准备这个东西 准备了一个礼拜 你今天不是水视频吗 哪有人家水视频水一个礼拜的 你们不要有生理性厌恶 我们很认真在准备选题 为了让人家快乐不容易的 再说了也不能够要求每一条视频 都是像上课一样 就是里面充满了知识和内涵 我们就是没有内涵的花瓶 如果你比较有建议的话 就不用看了好不好 我是为了给我们的宝贝让他开心的 老规矩 如果你看到那个片段觉得非常好笑的话 可以刷一个弹幕 哈哈哈哈 如果你觉得不好笑的话 就刷一个弹幕 就这 第一个回家吃饭嘛 哇2186万的播放 回家吃饭了 回家吃饭了宝贝 这是明场面巨火 真的没什么内涵 第二段 为什么在马路上采访别人问你回家吃饭嘛 这当时的一个主题 挑战用正常语速读下面的句子 有请潘周丹 潘周丹29岁 硕士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这事我要配合他呀 私情高丸老师 最近打了羊群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嗯 哈哈哈哈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嗯 嗯 哈哈哈哈 嗯 嗯 哈哈哈哈 心气 我们这条视频也太浅薄了吧 太没有内容了吧 啊 有请潘周丹 潘周丹29岁 硕士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思琴高娃老师最近也打了阳胎素吧 到底实不实字 思琴高娃老师最近打了阳胎素勒 实了实字啊 日本正习的胡说八道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自己也就读快了 怎么不算呢 天降降了 下一个天降天花板是阿清的投稿 但是不搞笑就怪阿清是吧 故事写在这的 青春起来打开窗 心情美美的 什么东西 好浅白吧 我们这个视频就是这么浅白的 你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抽完的小品 我们最后没有任何的升华 人生快乐就完事了 优雅永不过时 这是粉丝宝贝的投稿 Ada的宝贝说 看了记得给我笑 我早在唱街坊 可是我是觉得啥事要有礼貌的 但这是第一条视频还好 就后来开始就任何事情都开始这样了 开始啸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行了 动物的叫声 我鞋一样大我四三的鞋 哇哈哈哈哈 旁边的叫声 你看他多凶 你们是来夹我呀 来一来一来夹 又猜又爱玩 恐惧接力 啊哈哈哈哈 这什么 张老吗 啊啊啊啊 绝业女友 对对对对 他们说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人啊 宿舍宿舍宿舍 哈哈哈哈哈哈 红柱凝固了 看到这个封面 哎呦 来干嘛干嘛 我准备笑了 哎呦我不想看粉丝投稿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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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不好像我戴吧 穿戴不上 每一年都拿出来编尸 我不觉得这是黑历史 这个不是黑历史 这叫有点历史 猪瘾饭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懂得扣1 不懂得扣2 就是当我在睡觉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放一块绳纸原味 只有你 猪瘾饭了那次 就是说想暴食 谁家是可爱的 你是猪 专憋笑挑战 你已经开始要笑了是吗 这么好笑唱什么 下巴在抖 他在干嘛 这么严肃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你在舞台上门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了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有个方法 就是捏自己屁股的 但捏出了屁怎么办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不对 我们要憋笑 我们要像他一样要憋 啊不不不不不不 哥哥 我对不起你 我不气了我不气了 我不能玩这个 太可怕了 来 下海车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好笑 今天视频就这样子 给我说一些三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喊一口水好不好 反正这台是阿宝宝的电脑 真好笑 莫名其妙 真的我觉得看这种不要笑的挑战 真的会让生活变幸福 最开心 死母 在一下我 如何窦笑正在生修系的人 什么意思 哇一下我我吃了有点味道 鬼 這張視頻我不看到10萬條彈幕 都會哈哈哈哈我會生氣 就說那個彈幕沒有把我摳起來會生氣 你把彈幕量高了之後 就是彈幕會從 要開始自動摳一下 它會從人身後飄過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媽媽給你吃了 最後一個 忍住 中國的假笑男孩 小孩子真的是不走心 小朋友真的要有骨氣 你不要因為一個蛋糕就需要吃 一整塊都給你啊 今晚我們去吃小烤 我們被隔離了 以前我還會信一下 你在教我做事啊 現在小朋友是牛逼啊 小朋友其實什麼都懂 他有的時候只是在裝傻 就比如說看到那種什麼偶像劇裡面 男女主角接吻了 然後爸爸媽媽會說 哎小朋友別看 然後他說 你不知道我在看些什麼 哈哈哈哈 好刀倒啊 笑出強大 我也得 哈哈哈哈哈哈 不都是說 女兒是爸爸的貼心小棉袄吧 這個棉袄漏破 哈哈哈哈 笑死了 哈哈哈哈 仙丹出世 看看劉瑞在做什麼 哇 打女朋友的菜脯 連塑料袋都放在裡面烤了 葫蘆娃 這女朋友做的菜是吧 給你做就不錯了 對這是你的福報 吃下去啊 第二天上新聞 我男朋友 你吞炭 中毒 前兩天我剛看一條視頻 我覺得 外賣不衛生 我們決定自己做飯 然後兩個人做飯吃到 暢胃炎 還不如外賣呢 然後下面有個評論 外賣哪裡不健康了 我吃了三四年都沒進醫院 發給媽媽看 這樣視頻發到我愛我家群 我媽昨天還剛跟我打電話說 自己做做飯啊 如果我自己做的話 我會放芝士製死料 辣椒吃死料 還不如外賣呢 外賣給不了這麼多 哈哈哈哈 抓蜘蛛 哪有多大蜘蛛 我走開了三年了 這哪有 哪 多大啊這蜘蛛 這麼大 這不是只有腳嗎 沒有蜘蛛 啊哈哈哈哈 嘉誠是在廣東上的大學 然後他說那裡什麼都很大 欠過比貓還大的老鼠嗎 比貓還大的老鼠 那得多大呀 下一個好心人還是多 吃飯開始好心人狗呀 小鼠就賣 我幫他拉車 哈哈哈哈哈哈 解忘了 還不如不幫呢 他體系好心 但沒能力 哈哈哈哈 輔導作業 白兔 小白兔 小的白了兔 白了又的白 你看這不要看我幾個活動 你看這幾個啦 這數啊 不是兩個嗎 說 你數完了兩個就是兩個知道吧 那這是幾個再數 一 二 那幾個 八個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七下八下 一個一個讀先來 七下八下 先一個一個讀 七下八下 先一個一個讀 不要亂讀了 先一個一個讀 這個字讀 這個字讀 七下 五 八 下 連起來讀快一點 七八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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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兩天上熱搜了 媽媽 嚼小朋友 氣到上醫院 這不是常態嗎 哈哈哈哈 大家不想生小孩的很大部分 一方面是養不起 一方面是想酷得久一點 哈哈哈哈 就吐一命 現在這間黑心商販都太可惡了 我剛才在路面遇到一般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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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的 能救半條命是半條命 哈哈哈哈 好人一生平安 哈哈哈哈 這跟剛剛那個拖拉機有什麼區別啊 哈哈哈哈 修狗 因為我相信 全都會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才能忍一忍一忍 歡迎加入狗狗校 我心的聲音爆半道別 好開心 看他 是 你看狗多可愛 給你看一下我們前兩天 我們女兒子睡覺姿勢 多可愛呀 哈哈哈哈 我前兩天看了個段子 他說狗狗是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能那麼喜歡人類 我都做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先跟大家說說對不起 非常的淺白 這段視頻你罵我水視頻 我也不得不承認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這個水不深啊 很淺 哈哈哈哈 就沒什麼內容 很淺很淺 就這麼薄 好不好 這段視頻希望你可以收藏下來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打開我們的視頻 天天祝你天天開心 他這個嘴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可以戳一戳 哈哈哈哈 可以點贊 我們拍這種視頻的原因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用非常輕鬆娛樂的時間 然後陪伴大家一起吃飯 做一個電子渣菜的專業素養 必須要有 讓你吃飯的時候 能夠開開心心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上課的話 去看百家講談呀 哈哈哈哈 今天視頻就這樣 記得給魔獸一鍵三連 按你們要播